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五视第一击 和大家看看半日的十大会议股份吧 第一位有腾讯控股 半日跌超过1% 矮近2%跌3.4% 中午收报169.6% 汇控跌超过1% 跌8.5% 中午收报46.5% 建行超过1% 跌幅跌8% 中午收报5.07% 中移动方面 跌幅1.5% 跌1.3% 中午收报85元 港交所跌幅1% 跌2元 中午收报179.5% 中行今天随正跌超过1% 中午收报2.97% 跌3.3% 公行太偏远跌幅1% 跌4仙 中午收报4.07% 南方A510中国基金 靠稳升4仙 中午收报10.7.8% 营赋基金跌幅1% 跌3.5% 中午收报20.4.5% 有帮保险跌幅1% 跌8.5% 中午收报4.14.1.5% 转体低10大升幅榜 榜首位置有平安政券 集团控股 半日升幅超过1.1% 中午收报1.07% 康大食品半日升幅1.1% 升9仙 中午收报8.9仙 有村集团控股 半日升幅超过1.1% 升4仙 中午收报4.2仙 却升企业 升幅超过9% 升1.1% 中午收报1.1.6% 包浩斯国际半日升幅超过8% 中午收报1.6% 升1.3% 第六位有高裔中国 物联半日升幅超过8% 升8仙 中午收报0.2% 海浦重国际半日升幅超过8% 升3仙 中午收报3.9仙 有里集团半日升幅超过7% 升9仙 中午收报1.3仙 习美国际娱乐和衍生集团 两只股份升幅超过7% 升1.6仙 中午收报同样报2.4仙 转看十大跌幅榜 第一位有九元集团 半日跌幅超过1.6% 跌2.8仙 中午收报1.4仙 英力投资半日跌幅1.6% 跌1.3仙 中午收报6.7仙 自然尾半日跌幅1.5仙 跌1.4仙 中午收报8.1仙 高力集团半日跌幅1.3仙 跌1.3仙 中午收报8.7仙 香港教育国际半日跌幅1.1仙 跌8仙 中午收报6.6仙 中六半日跌幅超过1.1仙 中午收报1.6仙 力量能源 中午收报1.6仙 中午收报1.6仙 跌幅矮近9% 中复资源 跌幅超过8% 跌3仙 中午收报3.3仙 阳光游沙 半日跌幅矮近8% 中午收报4.05仙 国开国际投资 半日跌幅超过7% 中午收报3.05仙 和大家看看港股半日的走势 隔晚美国联储局公布了议息 结果是按兵不动 维持利率不变 隔晚美股是5年跌 另外日本央行今早也宣布了 按兵不动 市场专注下个星期四 英国断欧公投的不可鼎盛 避险情绪继续高涨 港股半日失了100天线 行至低开182点之后 早段跌幅一度收窄至到170点 见过20297点半日高位 之后就沽压沉重 曾经是错过445点 见过2021点超过3个星期的新低 失手埋条100天线 大约是20151点的位置 一度下市2万关 中午收报在2074点 跌了393点 跌幅1.9% 至于国企指数半日收报在8418点 跌了191点 跌幅2.2% 看看半日的沽空榜 半日沽空金額有284300万元 沽空榜榜首见到有建行 沽空金額是2亿5000万 占股份成交3.3% 汇空的沽空金額1亿6500万元 占股份成交1.8% 占股份成交2.7% 腾讯控股的沽空金額1.4200万元 占股份成交1.1% 这一节嘉宾请来 Jason和我们跟进下后市的走势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Jason 见到这两天 其实是有四大央行一起议息 美国联储局 就强行公布了他们是息率不便 今天早上也公布了日本央行方面 没有进一步的量宽措施 都见到市场相当之失望 所以日本股市那边都大跌 日元相当之强 避险情绪继续高涨 你看回后市 港股是否都会很难站稳在二万关流上 是的 见到 下午回来的行至方面 都进一步是扩大跌幅 主要都是因为见到日本那边 刚刚都提过 日元都有 今早最低位置106.3 跌到现在只剩下104.2 随着日元大升了200多点上来 令到日股那边 现在的跌幅都有上四百多点 当然你说今次日股方面的跌幅 就比起上个月来说 跌幅相对来说是小一点 因为在今次的议息的会议中 可能市场一般都预期 日央行就不会这么快出手去做事 所以对于市场整体的震荡 就没有上个月那么大 但始终400多点日股的跌幅 对于港股 至起码今天或者明天来说 都可能会有过的压力 短线的影响都必定会存在 所以你说 看回现时行指方面 我自己觉得跌势 就未那么快完结的 当然 你看回昨晚美国方面 虽然说在六月份就不加息 七月份的加息 这些机会都不是那么大 但看回在点阵图方面 显示今年去到年底的时候 利率的中位数 其实都仍有0.8多厘这个位置 代表比起现阶段来说 至起码都会加多两次息 这个由于是属于当局的预期 所以市场上都不会掉以轻心的 看到它整份的声明 或者看它点阵图的统计之后 美股方面 都有个沽压在 今天你看回在大陆方面 又不是做得那么差 至起码现在看到上证 不用怎么跌 深证那边反而还可以升 但是受到外围这些因素的影响 再加上英国方面 仍然都有个不确定性 短期我自己看的港股 整个向下行的压力 都还未解除得到 看回今天来说 市场跌了四百多点下来 初步下回到两万点这个关口 就应该是接近在五月中的时候 当时都留下的上升裂口 裂口大概介乎在一万九千七百多点 至到两万零一百点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今天是跌到两万点 已经开始在回补这个阶段 如果你说这个阶段能够全部回补了 座底整个行券方面 起码都要再跌到两百多三百点 如果你说看五月份的底部 或者叫做U型的平台支持 那个位置大概一万九千五百多 六百点左右 所以你说距离现时这个价位 其实都仍然有个潜在跌幅 我说明白 多谢Jason长进的分析和你谈到这里 休息一会 明后回来会有二栋股介买 待会再和大家见面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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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